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去看一下我們的排球少年啊 那排球少年的話啊 這個25號的時候啊 這邊啊就已經就是推出了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邊一直很想要抽的這個隊伍啊 也就是我們的陰區的這邊的這個隊伍啊 這邊是有我們這個研磨 &我們這邊的這個小黑啦好不好 但是這個小黑的話是練習服裝 對練習服裝的話基本上就還好啦 那這個研磨的話基本上是他們這個陰區服 哇那這些就會想要抽了 那大家目前來說有沒有已經抽了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究竟他就硬不厲害喔 那他是屬於我們這個舉球員的這個部分 然後會有這個 被動技能是神之觀察力 而這個孤爪研磨在場時我方的前的這個 球員接球的威力增加 增加值為該球員接球屬性的這個8% 然後孤爪研磨傳球我方接球接為這個 哇靠 孤爪研磨傳球我方接球結果為 喔我還以為說接尾喔嚇死我了 這個perfect的話獲得一層這個不讓球落地的buff 每層不讓球落地的話 buff使我方鏟上的球員接球屬性增加3% 然後這邊有最多6層 那好像還不錯耶這個 對啊然後 裡面的話基本上他是有這個他的這個等級的 那我們應該是只會抽一隻了 欸這隻舉球員會想要抽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的這個 舉球員的話好像比較沒有 因為我們主要來說是阿悅嘛 因為基本上藍結 然後大地爸爸是後排的 然後那個其他隻的話基本上 都算是比較那個 阿龍也算是那個比較後排的這個小輸出 然後這個接球員的話原本是 呃那個什麼啊 就是影山啦 但是大家說影山有很多可以就是那個替換了 所以就還好 不過因為如果我們現在抽炎磨的話 我們原本的這個烏野隊好像就會就是 變成就是沒辦法就是湊齊了這樣子喔 然後在那邊是另外的被動是 就是安定感傳球 孤短研磨進行儀式威力為120%的這個傳球屬性的傳球喔 然後這邊心臟的話呢是 他怎麼解鎖啊 這個我不知道欸 結果修改 LV1的話呢 這個也孤矮研磨在場所幫球員接球威力增加 增加值為該球員接球屬性的6% 不讓球落地buff大於6x10 我幫全員這個接球的威力增加 增加值為這個該球員屬性的這個150% 我幫球員就球的威力增加 增加值為這個球 就球屬性的150% 我幫屬性接球就球失分時 消耗6成這個不讓球落地buff 將結果修改為 蛤?! 哇靠 欸這隻很沉欸 他就是完全這個buff 就是我們是整隊的這個接球跟傳球跟這些的欸 好猛喔 這隻會想要抽抽看喔 然後再來是這個 詐欺性進攻LV1 這個孤短研磨進行一次威力為220%的這個傳球屬性的2次進攻 而且現在不能被籃網喔 欸可以耶我覺得 但是我好像還想要問大家意見啦 就是先問大家要不要抽還有11天的時間 那這個小黑的話呢 看一下 小黑的話他的這邊是這個被動是達人氣質 黑尾鐵狼練習在場時 我幫場上快攻這個標籤球員的這個力量增加16% 好像是那個輔助型的這個加快攻球員的這個能力的喔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穩步進攻LV1 這個是那個黑尾鐵狼練習進行一次威力為125%的這個快攻屬性的快攻扣球喔 獲得1層這個蓄力buff 釋放這個穩步進攻技能時每層蓄力buff死扣球的威力增加 增加值為快攻屬性的這個15%最多2層 然後這邊是這個鎖起來的這個籃網司令塔 對沒錯 因為他在那個劇情裡面是教那個阿越籃網的 他跟那個木兔網 然後LV1是這個黑尾鐵狼練習在這個場時 我幫場上球員的這個籃網首先增加8% 感覺他可以跟那個阿越做一步搭配喔 再來是全面封鏡 這應該是他的大招吧 LV1 黑尾鐵狼練習進行儀式威力為170%的這個籃網屬性的籃網 前排存在非黑尾鐵狼練習的這個籃網標籤球員時 這次籃網的威力增加增加值為籃網屬性的15% 我感覺這隻好像也是很重要的角色耶 不過不知道會不會吃到位置 先看一下他MB是誰阿 他的MB的話呢 看一下MB 啊不行耶 他會跟那個月島吃在一起 然後他還會跟日向練習吃在一起 但是如果抽套的話就是把他跟那個日向練習換 然後擊球員這邊慢慢就換那個 換我們那個誰阿 換我們這個炎魔 然後這一次還有這個就是烏鴉的這個VS貓的這個 有沒有 這是垃圾場決戰阿各位 這個宿命的對決 沒想到這邊直接被做來這個開局第一個大活動 這有點像是我們之前打那個冠軍戰的這個東西阿 我應該是挑戰誰阿 他好像是那個兩邊都可以挑戰是不是 對啊還是要選一邊的 那我如果挑戰這邊的話是怎麼樣 我們是用這個 我應該是 如果我是想要當陰區的話 我應該是打那個 還是其實兩邊都可以打 不知道耶 然後進化的部分的話就是他裡面會疊加一些東西 然後讓你去打 然後監督跟教練的話 這邊是宿命的對決 喔 這邊感覺好像就是蠻多不一樣的東西阿 我應該是去打烏野吧 我們這邊心事陰區的 其實我自己在看垃圾場之戰的時候 我是有被那個小黑跟炎魔的那個 他們小時候的感情打動 我真的覺得 原本就是覺得小黑還好 但是後來看了這個電影之後 哇更 就是比較喜歡這個小黑了 我一直覺得蠻喜歡木兔跟那個 木兔跟那個黑尾的 對啊 結果看了之後哇 真的是超讚的 因為是那個小黑讓那個炎魔來打排球 然後最後炎魔覺得打排球 我是不是在爆雷阿 然後炎魔打排球他覺得很開心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這樣 還算不錯 然後我是帶我爸去看的 然後我爸是覺得就是他比較喜歡那個阿悅阿 因為阿悅一開始也是對排球比較反感 結果他在這個劇場版的時候就變得就是 哇 比較喜歡了 好這邊是一個1比1 烏野高中 但我現在比較尷尬的是因為我現在 整隊基本上都是烏野的 然後我們有三個穿球 四個穿球衣的 其實在努力用兩個穿球衣 我們的烏野隊就是滿滿的球衣隊了 我覺得還算不錯 但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應該也是滿比較喜歡那個阿 我比較喜歡那個 那個什麼阿 鷹驅隊 因為我覺得他們那一隊的孝性跟武哲兵比較適合 因為他在打那種就是比較防守系的那個排球 結果他們那一隊就會慢慢的就是先抓你的這個弱點 然後慢慢的把你就是那個 摸透你之後再慢慢給拘殺這樣子 然後烏野這邊的話是比較算是就是 瘋狂打那種就是強攻進攻的 對阿 我覺得兩隊都很好耶 其實我覺得排球少年說真的 他是一款就是 他是一副就是 蠻多角色你都會很喜歡的 但是最好是那個啦 希望有那個木兔啦拜託 最喜歡嘿嘿嘿了好不好 呵呵 木兔學長有夠可愛耶 你知道木兔就是 他就是那個隊的王牌嘛 然後他只要打不好的時候 他那個心情就會就是 喪志這樣子 等一下 又出現問題了 唉唷這個平板就是這樣阿 就是那個聲音會直接消失超麻煩的 這個是平板的這個問題 唉唷 Nice 你也就不回來啦各位 哈哈 我先把聲音調回來一下喔 調整一下聲音阿 好 我跟你講這種熱血的東西阿 就一定是要有開聲音才會比較爽一點點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款做的還算是 蠻讓哲平就是喜歡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的這個就是 你會感覺他真的在打排球 就很不確定性你知道嗎 雖然我覺得他應該還是那個 就是還是就是 蠻多一些就是那個什麼阿 就是很明顯就是他會看的數據然後去打球 但是你這樣看起來你就會覺得 唉唷 怎麼好像就是那個 就是好像真的是隨機性 就是他們在打排球 就算你練很高等 他們也有可能這邊會 給你發生失誤或幹嘛 我自己是這樣想阿 但是實際上不知道是不是這樣阿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真的會很爽欸 就是哇 你看起來就真的很像 在打一個排球局 因為我比較喜歡看這種就是 唉唷 你看你就算練很高等 你也未必就是那個阿 會百分之百就是一定贏的那種感覺 只是你用一些球員的話會 增加就是那個獲勝的那種程度的話 就蠻爽的這樣 然後現在來說我們大概先看一下啦 然後順便問大家意見 你們覺得這個炎魔要不要抽阿 我覺得他抽的話 其實那樣對我們整隊也是不錯 因為他會穩定我們的這個 接球跟傳球 還算是蠻爽的 然後黑尾的話是那個籃網這樣子 但是他不知道那個欸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排球是他會輪替的嘛 完了 唉唷 沒事 就是他的排球是會輪替的 就是比如說像日向這邊是NB嘛 然後我們的阿玉也是NB 然後換完人之後的話基本上就是 會把那個位置換掉 但是他沒有在前排的時候 不知道黑尾的那些招式會不會也在 哇 這把也打太久了吧 我剛剛沒有力氣啦各位 喔喔喔喔喔 大地爸爸 哇 一個就 唉這才這個活動的第一關欸 其實沒有很好打欸 各位 好 沒關係這個我們再慢慢努力打起來喔 好 那今天主要來說就是我們這邊啊 25號的時候其實就出了 不過最近因為太多遊戲了 所以沒有就是先拍給大家看 然後這邊想要問大家就是 唉唷 你們覺得這個炎魔呀 要不要抽呀 還是其實你們最推薦的是這個黑尾 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喔 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大概就先介紹到這邊了 然後我的這個聲音又沒了 哇 這個是有點小尷尬啦各位 有點小尷尬喔 然後大家如果就是 不知道就是有沒有未來是這種東西 就是如果未來還有一些就是 比較猛的一些角色的話 大家也可以跟哲平再分享一下 我們也可以就是在純鑽石啦 不過我真的 蠻想要玩陰區隊的 組一個陰區 這個應該也是頂不錯的 只是現在他先出這個炎魔啦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 炎魔的衣服的這個先給他搞定 應該也是不錯的好不好 這邊的話就 再問大家意見 要不要抽炎魔呢 歡迎大家留言囉 那我們就直接切換影片 直接給他Ending 沒聲音啦